他们是假的、假的、假的新闻的新闻 几乎在每一场政治集会上 美国总统川普都严厉批评媒体 他的支持者很乐意看到这样的批评 报假新闻的那些家伙只会说些负面的事情 川普总统和他的政府声称被美国主流媒体不公平的对待 而记者们表示 成为总统的批评目标常常是记者工作的一部分 但没贴上人民敌人的标签 对一些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在最近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 这种挫败感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你在这个简报会上说 新闻界现在聚焦在这个会议室的人们 每天都在做他们的工作 向我们的官员提问的人不是人民的敌人 我认为这会是一件好事 我认为我们应当听到这样的话 如果总统表达了他的立场 我也认为这是讽刺 我在回答你的问题 白宫发言人没有驳斥总统的说法 人民的敌人通常让人想起斯大林主义的残酷后果 我自己就在白宫进行过报道 对此观察了很久 但我从来没有看到 也从来没有想过总统和新闻团队之间 能有如此的敌意 而且敌意主要来自于总统 媒体正在反击 大约200家美国报纸 周四将采取协调行动 谴责总统对媒体的攻击 领导这场活动的波士顿环球报宣称 必须结束对新闻自由的肮脏战争 参加这场活动的大小报纸 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 都会就新闻自由发表社论 不过社论不一定会采用 与中间偏左的波士顿环球报相同的措辞 我喜欢这次的协调努力 并不是因为我们会发出一致的信息 我们想说的与我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那就是汉卫宪法第一修正案 代表文明礼貌 并为无法发声的人们发表意见 但一些媒体批评人士 认为新闻媒体只不过是在公众 不信任媒体的时期 脸皮薄听不得批评而已 在2016年大选时 川普在田纳西州的支持率 为2比1 该州最大的报纸 田纳西人报 周四发表社论 不会以总统为目标 在我的社论里 我可能都不会提到川普总统 参加这次活动的不只有报社 广播电视电子新闻协会 要求旗下的1200个成员 拿出播音时间 或在网上发表社论 并在社交媒体上阐述 他们在一个明智明想的制度下 为保护公众知情权所发挥的作用 伯尔曼 华盛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